寻找就寻见,扣门就开门 我是Rose,时间侠 我们一起读圣经 今天呢,还是萨姆尔级上 时间已经进到这个2022年的9月1号了 那个萨姆尔级上呢 我今天也要读这个第25章了 大概还有10章左右 应该9月份我们能够把萨姆尔级上读 萨姆尔死了 以色列众人聚集 为他哀哭 将他葬在拉玛 他自己的坟墓 原文呢,是他自己的坟墓 这个其实也就是 应该是指的坟墓吧 这是萨姆尔 这个第25章的第一句 就会告诉我们 萨姆尔死了 那这个萨姆尔呢 是这个以色列的最后一个世事 他之后 他是经历了从世事时代 到这个王的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过渡 他高立了这个扫罗 然后呢,也高立了这个 也高谋了这个大魏 以色列的两个开国之王 都是萨姆尔高立的 大魏起身 下到巴兰的旷野 在马云有一个人 他的产业在加密 是一个大富户 有三千绵羊 一千山羊 他正在加密 剪羊毛 当这个剪羊毛的时候呢 也就是啊 就对于这个 像这个 以畜牧为主的 那么当剪羊毛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意味着 是他们的 这个丰收的这个时候 一般剪羊毛的时候 都是要庆祝的 这个族人啊 家人啊 这个啊 所有的这个顾情的人呢 甚至来往的客旅啊 都要一起来庆祝 那庆祝这一年的大丰收啊 这个这个父户呢 非常富有啊 他有三千绵羊 一千山羊 那人名叫拿巴 是迦勒族的人 他的妻名叫亚比盖 是聪明俊美的妇人 这个迦勒族啊 迦勒族啊 其实呢 他也是属于这个 犹大支派的 这个迦勒呢 就是当年 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啊 去这个探查迦南地 然后回来之后呢 有十个探子说 这个我们 不能去太恐怖了 太可怕了 是吧 他们城池啊 这个坚固啊 他们的这个身材 高大 武器精良 是吧 那么有两个探子 说我们过去吧 耶和华 把他 把那美 丰美之地 交在我们手里了 就是呢 就是以十个股啊 去探查 那么那两个探子呢 一个是约束亚 一个就是迦勒 那么这个拿巴呢 他就是属于迦勒族的 就是迦勒的后裔啊 拿巴为人刚毙凶恶 大卫在旷野 听见说 拿巴 捡羊毛 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 吩咐他们说 你们上加密 去见 拿巴 提我的名 问他安 要对那富户如此说 愿你平安 愿你家平安 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 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 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 我们没有欺负他们 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 可以问你的仆人 他们必告诉你 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 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 求你随手取点 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 那我们看呢 这个 一个大富户啊 他在剪羊毛 是不是要庆祝丰收 那么大卫呢 也就听说了这件事 而大卫呢 自认为啊 就是我 和我的这个手下六百人呢 我们呢 是保护过你哪怕的 那就是当你呢 在这个加密啊 就是放牧你的这个羊群的时候 我们呢 曾经啊 就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士兵 是吧 和你的牧人啊 在一处 我们呢 非但没有欺负过他们 而且还保护他们 就从哪看出来保护他们呢 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呀 那你就是说你那么大的产业 三千绵羊一千山羊在放牧的时候 难免会有其他的啊 这个部落呀 是吧 或者是这个非力士人的啊 是吧 或者是呢 这个其他支派 其他族的啊 是吧 或者是 什么狼啊 羊 狼啊 什么虎啊 豹啊 豺狼之类的 是吧 那当你们遇到这些的时候 或者是自然灾害 是吧 我们的人呢 是曾经帮助过你们 保护过你们的 所以你们未曾失落什么啊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丰收啊 我们呢 其实呢 这个有一些些些的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贡献啊 所以现在你丰收了 是吧 那我呢 派遣我的仆人 在这个好日子来啊 你呢 应该就是啊 给我们一些 这个赏赐 是吧 随手取点赐予仆人 和你儿子大卫 如果你要是不知道 是吧 或者说你不相信 你可以呢 问一问你手下的仆人 你的那些牧羊人 他们一定会告诉你 我所言的是真的 所以我们看在这里呢 大卫呢 其实还是很客气的 就是他派这个 自己的这个 这个十个仆人呢 前往这个 呃 剪羊毛的拿巴那里呢 是求取一些啊 这个一些报答吧 当然他是客气的说 是一种赏赐啊 实际上是 是说你 你现在丰收了 你不能忘了我们呢 是吧 我们是帮助过你 保护过你们的嘛 所以说希望得到一点 报仇 一点报答 那么实际上呢 你想大卫他们 他们在这个 这个旷野 是吧 也好啊 山林也好啊 他的确是需要 物资方面的补给 是吧 那每天六百个人 要吃要喝要穿的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 他为什么要与这个 这个大富户呢 就是做一些 这个保护的工作啊 他也是希望自己啊 就是 每在一个地方 造福一地的人民 是吧 这样呢 也可以免去一些 这个当地的人 动不动就像去扫罗 这个报告嘛 是吧 另外呢 这个大卫呢 本身他也知道 自己将来是要做 以色列的国的国王了 是吧 那么 他对这个 以色列地的这个人啊 他们的产业 他也觉得自己 有这样一份的责任 对不对 所以他派自己的仆人 到哪巴那里去呢 你看 先问安 是吧 愿你平安 愿你家平安 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 然后呢 表明 我们对你们是 这个有帮助的 是吧 然后呢 说 愿我们 愿我的仆人 在你眼前蒙恩 希望呢 得到一点这个报答 所以说他 这个逻辑上 很占得住脚 是吧 礼节上 也非常的 彬彬有礼 很客气 那么 我们看哪巴 怎么说呢 大卫的仆人到了 将这话 提大卫的名 都告诉了哪巴 就住了口 首先是提大卫的名啊 因为 想着大卫的名 就是一张名片呀 是吧 然后再把大卫的画 原封不动的转述一下 说完了 就等回应吧 哪巴 回答大卫的仆人说 大卫是谁 耶稀的儿子是谁 近来 悖逆主人 奔逃的仆人甚多 我岂可将饮食 和为我捡羊毛人 所宰的肉 给我不知道 从哪里来的人呢 哇 这个哪巴 这个话是相当的 相当的不客气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粗鲁的啊 非常的恶毒的 是吧 给我提大卫 大卫是谁啊 我知道大卫是谁啊 是吧 耶稀的儿子是谁啊 哈哈 谁知道他是哪个归儿子 是吧 哪跑来的 这个野种 是吧 最近呢 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 那意思就是什么呢 你们跑到我这来 还拿着大卫的名片 还跟我说你们对我 有功是吧 保护我们 你们不就是都是那种 逃亡的 盲流吗 是吧 以大卫为首的 大卫不就是悖逆他的主人扫罗 奔逃的吗 丧家之犬是到我这里来表功 是吧 到我这里来 要吃的 要喝的 要饮食 要肉 是吧 要赏赐 要犒劳 门都没有 一根毛 是吧 都从我这里拿不到 谁知道你们都是哪来的亡命之徒 给我滚蛋 是吧 所以这话是相当的不客气啊 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 照这话告诉大卫 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呢 看到大卫呢 是至君有方的 这话呢 其实说出来很不客气 如果大卫至君无方的话 很有可能这十个仆人当场就会翻脸 是吧 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啊 转身从原路返回 就把这话告诉大卫 大卫想跟随他的人说 你们个人都要戴上刀 大卫气炸了废了啊 众人就都戴上刀 大卫也戴上刀 就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四百人 留下二百人看守气局 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 雅比盖说 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 主人却辱骂他们 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 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 没有受他们的欺负 也未曾失落什么 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 他们昼夜做我们的宝障 所以你当筹划 看怎样才好 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 他性情凶暴 无人敢与他说话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拿巴的一个仆人 赶紧就跑去告诉拿巴的妻雅比盖了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仆人对雅比盖所说的话 来印证大卫所说的话 就是什么呢 的确拿巴的牧人们在那个牧场放牧羊群的时候 大卫他们的士兵是保护过他们 昼夜做他们的保障 是他们没有失落过什么 从来没有欺负过他们 所以拿巴的仆人就很恐惧 拿巴竟然以恶报善 口出恶言 那么就可想而知会给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带来的祸患 而拿巴的仆人们呢 为什么来告诉拿巴的妻雅比盖呢 因为拿巴性情凶暴 没有人敢跟他说 没有人敢的说你不能这样 什么他们怎么能没有人敢 所以他们就来告诉拿巴的妻雅比盖 那我们看雅比盖做什么呢 雅比盖急忙将二百饼 两皮带酒 五只收拾好了的羊 五细雅烘好了的穗子 一百葡萄饼 二百无花果饼都妥在驴上 对仆人说 你们前头走 我随着你们去 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 那有人可能读到这里的时候 有点这个奇怪 就说二百饼 就是两皮带酒好准备 是吧 二百饼 五细雅烘好了的穗子 一百葡萄饼 二百无花果饼 怎么能够瞬间就准备齐呢 是吧 还有五只收拾好了的羊 这收拾好这五只羊也需要时间 他怎么可能在一瞬间就准备齐 你要知道 当时拿巴正在剪羊毛 是吧 剪羊毛的时候是庆祝丰收的日子 也就是说 雅比该其实这些东西就是在剪拿巴奖羊毛的时候 雅比该就在准备庆祝丰收的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呢 不是专门为大卫准备的 而是为了庆祝丰收 所以这都是现成的啊 这些都是现成的 准备的时候肯定不止准备这些 那现在雅比该就把这些啊 两百饼一百葡萄饼 二百无花果饼 五只收拾好了的羊 五细雅烘好了的穗子 以及两皮泰酒 拿出来要去驮在驴上献给大卫啊 那么他让仆人们前头走 他在后面啊 然后他就不能告诉拿巴 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雅比该呢 聪明俊敏的雅比该 在这个家里啊 是还是相当的有威信的啊 就是主持这些家务啊 所以他让人不要告诉拿巴 就没有人去告诉拿巴 他就骑着驴啊 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从对面下来 那你要注意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 他们是怎么来的 人人手上都拿着刀 气势汹汹浩荡荡荡 是来要报仇血分的 那雅比该就迎接他们 大卫曾说 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 以致他一样不失落 实在是突然了 他向我一恶报善 反属拿巴的南丁 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 愿神重重降伐于我 那我们就会发现大卫 真的是生气了 而且他在神面前发下了这样的这个事啊 就是他要将拿巴 凡是数拿巴的南丁 悉数杀光 哎 那我们看呢 在这里大卫做的这件事情 是不是一件正确的事呢 大家想一想 扫罗那么逼迫大卫 漫山遍野的搜納他 大卫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扫罗的事 但是大卫都没有以恶报扫罗 哪怕耶和卫把大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中 大卫也只是把他的外袍的衣巾割下 甚至割下来之后都自责 他都是以善报扫罗的 而拿巴呢 是 大卫你曾经呢 在旷野为他看守所有的 使他一样不失落 你对他呢 这个有功有恩 是吧 有苦劳 然后他以恶报善 向你口吐恶言 那么 为什么你大卫向扫罗能够以善报恶 而你向拿巴就做不到呢 拿巴只是对你说了恶言 对吧 只是说了辱墨你的话 但是拿巴并没有伤害你吧 并没有派人去向扫罗举报你吧 是吧 那么 那这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大卫已经骄傲了 对不对 他已经受不了别人对他的羞辱啊 受不了别人对他的悖逆呀 是吧 受不了别人 不能对他 这个 有报答 有感恩 受不了别人对他恶语相向 至于扫罗 那是另一回事 是吧 而你拿巴 你就是一个大富户吗 你凭什么这么待我 那么大家就想 即便是拿巴 啊 这个不知道回报大卫的恩情 反倒以扫罗与恶言相向 大卫以礼啊 相求 他却以恶回报 那么他应该受罚 是吧 被杀 那么反属 拿巴的男丁 都要被杀光 大卫这不是要犯罪吗 那反属拿巴的男丁 那些人 你看比如说像 亚别盖去报信的这个仆人 他也是属拿巴的男丁 他们心知大卫的恩情 他们也 也知道这些呀 他们 也想努力的就是告诉这个拿巴的妻子 亚别盖 如果大卫把他们都杀了 难道 不是流无辜人的血吗 那你如果流了无辜人的血 大卫你不就是犯了实戒吗 不就是犯罪了吗 是吧 所以说大卫呢 在这里呢 他实际上是要做一件恶事 是要犯罪呀 可是我们看 亚别盖来了 亚别盖拦住他了 亚别盖见大卫 便急忙下旅 在大卫面前 脸浮于地叩拜 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 我主啊 愿这罪归我 求你容婢女 向你敬言 更求你听婢女的话 我们看亚别盖非常勇敢的 他面前所面对的是四百个啊 加上大卫是吧 大卫率领的四百个手持兵器 怒气冲冲 气势汹汹来报仇血恨的 但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呢 是吧 不是说遇到的克吕啊 那么可是他呢 马上下旅 脸浮于地叩拜 俯伏在大卫的脚前 并且说 愿这罪归我 非常勇敢的一个意思 然后我们看他怎样 来劝说大卫 他说的这一大段话 我们先把这一大段话读一下 大家听一听 理解一下啊 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 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衬 他名叫拿巴 拿巴就是鱼丸的意思啊 他为人果然鱼丸 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 婢女并没有看见 我主啊 耶和华既然阻止你 亲手报仇 取流血的罪 所以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说 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 都像拿巴一样 如今 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 给跟随你的仆人 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 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 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 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 查不出有什么过来 虽有人起来追逼你 寻锁你的性命 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 你的神那里蒙保护 如包裹宝气一样 你仇敌的性命 耶和华必抛去 如用鸡弦甩食一样 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 留无辜人的血 到了耶和华 照所应许你的话 赐福于你 立你做以色列的王 那时我主 必不治心里不安 觉得良心有亏 耶和华 赐福于我主的时候 求你纪念婢女 不知道大家理解了 没有理解 这个雅比盖 对这个大卫 所说的这一席话 雅比盖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有智慧的一个女子 那她呢 就告诉大卫 告诉大卫什么 拿巴是一个什么人 拿巴是一个性情愚丸的人 你呢 不应该跟拿巴 这样性情愚丸的人 一般见识 就是她这种性情愚丸的人 这种暴虐 愚蠢的人 她说那样 愚蠢的话 你呀 回应她 你多看她一眼 你生了气是吧 你就输了 知道吗 因为你跟她一般见识的 你是什么人 她是什么人 她的见识在哪 你的见识在哪 你如果跟她较真 跟她置气 是吧 你不就变成了 被她拉到 跟她一个层次了吗 这是一个 你不应该 跟拿巴这样愚丸的人 一般见识 那么再有呢 你派了来的仆人 我没有看见 如果要是我看见的话 如果他们不是去见拿巴 而是来见我雅比盖的话 那他们得到的就是另外的一种回答 是吧 那现在呢 你派来的仆人所说的话 我们的仆人又来告诉了我 这就是 英和华呀 使用我 在使用我呢 来阻止你 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 为什么 你如果去报仇 去杀拿巴 去杀所有属拿巴的男丁 那你就犯了罪了 你就犯了流无辜人血的罪呀 所以我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在你面前 启示啊 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 所有你的仇敌 所有想谋害你的人 他们都跟拿巴一样 都是鱼丸的人 那都是要自取灭亡的人 所以求你今天呢 把我带来的这些礼物赏赐给你的仆人 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 你把那些罪都归在我身上 饶恕我的罪过 耶和华一定为你建立坚固的家 因为你 你是为耶和华征战的 你不是为你自己的名誉 啊 你说拿巴羞辱了你 拿巴辱没了你的名誉 耶和华的儿子是谁 大卫是谁是吧 你不要为这个去挣战 你的名誉啊 你的利益 你的一切都是有耶和华来保守的 你应该要让你自己的平生的日子 查不出有什么过来 即使有人起来追逼你 寻所你的命 你要记住 你的性命 你的安危 你的一切的荣誉 你的名誉 你的一切 都是保守在耶和华那里的 你想一想 扫罗那样寻所你 追逼你 耶和华不是照样把扫罗交在你手里吗 非利式人啊 那样 耶和华不是把非利式人交在你手里吗 哥利亚是吧 那么高大 巨人 带着铠甲 拿着兵器 耶和华不是让你拿鸡弦甩石就击中了他吗 所以所有你仇敌的性命 耶和华都会就像当初你用甩石的鸡弦去杀死哥利亚一样 耶和华必抛去如用鸡弦甩石一样 就像耶和华把扫罗交在你手里一样啊 你所有你仇敌的性命 所有那些追逼你寻所你性命辱墨你的人 你记住 都有耶和华去 耶和华会惩罚他们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亲手去报仇 你不需要为了你自己的名誉 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去杀人 甚至伤及无辜 如果你这样做了 将来到耶和华要照所应许你的话 赐福于你 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 你那时候心里一定会不安的 你会觉得良心有亏的 因为你犯了罪 因为你流了无辜人的血 当耶和华赐福于你的时候 求你纪念你的婢女 亚比盖 我曾经在这里拦阻过你 让你不去犯罪 不去犯留无辜人血的罪 哎呀 所以大家想一想 这个亚比盖 这个见识啊 真的是 他是属神的 他知道神交给大卫的使命是什么 他知道这个 大卫现在要犯的是什么样的罪 他来阻止大卫 他其实不是为了挽救 亚比盖 以及属亚比盖的那些男丁 这不是最大的目的 他最大的目的是为了阻拦 阻拦大卫去犯罪 你不要一时冲动 骄傲了 然后你就容不得别人骂你了 容不得这些了 然后你就变得和拿拔一样的鱼丸了 是吧 你就要自己去报仇血恨 甚至要留无辜人的血 你这是在犯罪呀 听我的话 大卫是何等聪明啊 是吧 大卫对亚比盖说 耶和华一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 感谢上帝呀 你就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呀 是吧 你亚比盖 为什么你来拦阻我 是神派你来拦阻我 来迎接我的 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 因为你今日拦阻我 亲手报仇留人的血 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永生的神奇事 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 到明日早晨 凡属拿拔的男丁 必定不留一个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卫就说 如果不是你来了 是吧 如果不是你今日拦阻我 犯罪 是吧 那么我真的 到明日早晨 我就要住下大错呀 我就要犯下大罪呀 哈利路亚呀 感谢啊 称颂耶和华 也感谢你 雅比盖 好 大卫受了雅比盖送来的礼物 就对他说 我听了你的话 准了你的情面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 雅比盖到拿拔那里 见他在家里摄拜研席 如同王的研席 拿拔快乐大醉 雅比盖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 就等到次日早晨 那雅比盖平安的回家之后发现拿拔呢 摄拜炎宴大宴来客 大宴全家 如同像王的研席一样 而且快乐 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啊 他处奴大卫这事放在心上啊 他觉得他完全不知道啊 拿拔呢 这个自己啊 明顶大醉非常快乐啊 那个 雅比盖呢 也就没有告诉他 因为他喝醉了呀 是吧 就不跟这个这个这个喝醉的 不跟一个醉汉说什么 就等到次日早晨 到了早晨 拿拔醒了酒 啊 醒了是吧 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 他就魂不附体 身降入石头一般 啊 雅比盖就告诉他了 昨天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不是我迎过去 祖兰是吧 那大卫他们四百人呢 就过来 已经把你们全部都杀光了 哪巴呀 这是吓坏了 魂不附体 身降入石头一般 有什么 就像扫罗从那个洞里出来 看到自己的断了的袍子一样 是吧 哪巴想的 我的天哪 原来我离死亡只有0.0000001秒 是吧 就是如果不是我的妻子 那我可能就我早就死了 是吧 过了十天 耶和华击打哪巴 他就死了 十天以后 耶和华就击打哪巴 大卫听见哪巴死 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 因他伸了哪巴 羞辱我的冤 又阻止仆人行恶 也使哪巴的恶归到哪巴的头上 大卫呢 也就很清楚 这是耶和华 伸手击打哪巴 这是耶和华派亚比该来阻止他行恶 是吧 而把哪巴的恶归到哪巴的头上 而没有让大卫犯罪 于是大卫打发人去对亚比该说 要娶他为妻 大卫的仆人到了家密见亚比该 对他说 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 想要娶你为妻 亚比该就起来 俯伏在地说 我情愿做婢女 洗我主仆人的脚 亚比该立刻起身 骑上驴 带着五个使女 跟从大卫的使者 去了 就做了大卫的妻 大卫先娶了耶利 耶斯列人亚西暖 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 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 就是大卫的妻 给了嘉林人拉义的儿子 帕提为妻 好 这就是萨姆尔基上的 第二十五章 那我们现在呢 就有一点感慨啊 是吧 原来呢 这个大卫逃亡之后呢 扫罗已经将 大卫的妻 也就是扫罗的女儿米甲 又给了嘉林人拉义的儿子 帕提为妻 那我们知道米甲是爱大卫的 而且是米甲呢 协助大卫呢 这个逃亡的 但是呢 他是不自由的啊 他被他的父亲 又给了别人为妻 而大卫呢 先呢 就是也就娶了别人为妻啊 先娶了亚西暖 如今呢 又娶了亚比盖 之后大卫还要再娶别的妻 后面我们都会读到的啊 而米甲和大卫的故事 也没有结束 后面我们也会读到的 米甲和大卫后来其实是一个悲剧啊 我们后面会读到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啊 就是重点呢 再强调一下呢 这个大卫的骄傲 那我们就会发现啊 这个人呢 是很容易骄傲的啊 我们也前曾经讲过 骄傲啊 是人呢 最大的罪啊 那么所以呢 我们看大卫呢 就是当他呢 就是有了啊 一定的这个这个啊 这个身份啊 地位名望之后 他实际上呢 就开始骄傲了 你比如说他派人去问这个拿 拿巴的时候 他说你们提我的名啊 他也觉得提了我的名呢 肯定呢 就会得到赏赐 是吧 得到这个报酬 结果他没有想到 提了他的名之后 反倒呢 得到了羞辱 然后他就不能承受这个羞辱 是吧 这个羞辱的确是很大的羞辱啊 大卫是谁 耶稀的儿子是谁 是吧 进来背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 是吧 你什么也别想从我这里得到 那这种羞辱的确是很大的羞辱啊 但是大卫呢 因了受了这样的羞辱 所以他就决意要干嘛 我不能接受你这种以恶报善啊 不知这个啊 这个感恩戴德 反倒呢 还羞辱我羞辱我的富家 是吧 那所以我要把属拿担 拿拔的男丁啊 全部都杀死 而且还在神面前启示 那你想你 你就是假设你为了你自己受到的羞辱 你要杀拿拔 还是何情理的 那么请问 你为你个人受到了拿拔的羞辱 而要把拿拔啊 所有属他的男丁全部都杀掉 这又是什么样的道理 你怎么会变得如此凶残呢 怎么你的这个血气冲上头 你为了你的肉体的骄傲 员 肉体的情欲 淹没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你就是 是这个屠杀无辜为理所当然的 所以在那时啊 大卫真的是距离什么 距离他作恶 距离他犯罪啊 只有一步之遥 但是我们知道 耶和华神是爱大卫的 他给了大卫这样的试探 哪怕其实就是用来锤炼大卫 来试探大卫的一个工具 结果大卫呢 就没有过了这个试探 是吧 一下子就怒了 是吧 一下子就要流无辜人的血 就就恶向攒边生了 但是呢 耶和华神 他是爱大卫的 他又派了雅比盖来 当然他首先是派了那个仆人 去找雅比盖 是吧 这一切都是出自耶和华的手 然后又派了雅比盖来迎接大卫 来对大卫进行劝告 雅比盖的那一席话 这样一个聪明俊美智慧的女子 又非常勇敢 他把这些厉害全部都在大卫面前成名 告诉大卫 你不应该和拿拔这样的蠢才 这个跟他一般见识 如果你跟他一般见识 你就跟他一样蠢了 你不应该骄傲 你应该呢 要知道你不应该计较你个人 在这世间你的名誉你的地位啊 你的你的这个啊 这个获得和和丧失 你不应该计较这些 你应该计较的是神拆派给你的使命 耶和华神让你做什么 那才是你最大的使命 至于你因此而得到什么 丧失什么 你被什么样的人羞辱 你被什么样的人这个看低或者是看高 这都不重要 那所有的一切啊 要伤害你的是吧 耶和华要保守你 耶和华自然会有耶和华的这个手去惩罚他们啊 如果所有要帮助你的人啊 你也同样耶和华自然也会帮助他们 而你你就要牢牢的记住 你是来实行 你是被耶和华选中去完成神教给你的使命的 你做的一切都不应该是为了你自己 如果你也是为了你自己的荣誉 为了你自己的骄傲 为了你自己的这个丰饶和富有 为了你自己的富贵和荣耀 那你又跟扫罗又有什么区别呢 是吧 所以说雅比盖这些话啊 真的是醍醐灌顶啊 当头棒喝让大卫清醒了 这一章呢 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看见啊 其实我们每个人呢 都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啊 就是应该这样 你作为一个神啊 所拆派到世上的啊 被神所拣选的被神所锻造锤炼的和神心意的这个器皿 那么当有人针对你个人啊 进行攻击进行谩骂甚至伤害啊 甚至啊等等的时候 你要不要就是说要跟他一样 要啊 人以牙对我 我就要以牙还之 是吧 人以牙对我就要以牙还之 是吧 你要不要这样 其实没有必要 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 的确应该是怎样的 怎样呢 要爱你的仇敌 要爱人如己 是吧 另外我们没有私敌 我们没有一个私敌 那些与神为敌的 哪怕他与我们个人而言并不是仇敌 他们也是我们的仇敌 那些与我们个人为仇的 我们不用去管他 我们不用去管他 我们也不要去咒诅他 我们也不要用跟他一样的方法去对应他 去回应他 如果他做的是恶 是吧 耶和华自然会像击打拿巴一样击打他 如果啊 他是耶和华用来啊 使用来来锻造我们的 那么我们就在这种锻造中努力让自己变成精进 这样就够了 我这样说啊 有的人说的是你说的轻巧 说的容易 你试试你做得到吗 哎我还真的是努力在这样做 而且在很多事情上我都做到了 我曾经就有啊 就就有一个人你知道吗 他十年啊 他坚持了十年举报我 我在这个学校的时候他举报我 我后来辞职了 他还举报我啊 我出国了他还举报我啊 然后无数次的啊 就是啊 有朋友跟我说 你你应该也知道他是谁 你也了解他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然后不要让他这个这种人 不要让他呢 就是畅狂 我说我的确很了解他 我也知道他有哪些饭间做客的事情 其实这个人举报我都是诬告啊 一次一次 因为如果不是诬告的话 那他每一次每一次的举报 我也不会平安过去啊 但是他的一些啊非法的违法的啊 这个啊这些啊违反这个什么什么的啊 法律什么的我都知道 但是我如果要举报他我也可以做 但是我没有 我说我不会这样做的 我说我要这样做了 我不就跟他一样了吗 是吧 我说他做这些事情自然会有他应得的报答的 报应的 报偿的啊 而且我说他每一次对我的举报 对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反倒都是对我的一种推动 在学校里举报我是吧 后来我就辞职了 推动我啊 这是一种推动啊 当然举报和我辞职之间不是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 但是有联系 的确有联系 然后我辞职之后他还举报我是吧 啊 然后呢 但是呢 正因为我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辞职之后我自己做的事情 我就不做开始二领域的东西 我不做所有应试的东西我都不做 所以他的举报没有意义 对我来讲 啊 当时他举报我啊 就是说我这个非法做这个什么课程 然后人家进行调查 然后我就给他们看我做的课程 我说我根本就没有做这些 这个课外培训 这些这个开始二领域的考试培训 所以这个影响不到我啊 所以他是他的举报是假 他的举报是诬告 啊 然后呢 这个到那个双检之后 是吧 同样啊 因为因为我 因为我没有做那些东西啊 所以双检也影响不到我 啊 然后呢 我到出了国之后 他还举报我 你知道吗 怎么举报我 他 他举报我推上的言论 啊 截图 说我呢 这个 那个 这个 这个 反人啊 反党 反社会主义 反人民 哈哈 那 这也好了 这好了 是吧 我 我 我怎么反党 反社会主义 反人民 是吧 啊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想干嘛 就是想让我 没有办法 那就是啊 这个这个呃 在国内啊 在在做啊 在做国内的国内的这个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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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了 很简单的 我以我你不用等你举报 我自己就已经停了 我不做了 我早就不做了 因为我人都出国了 是吧 我为什么还像你们所说的那种 你的人出国了 是吧 啊 你在这个美地生活啊 然后你还在这个还挣国内的钱 谢谢您 我不挣国内的钱 哦 我已经自己把它都停了 所以呢 就是你你从这个角度来想 你就会发现啊 每一次 每一次 对我来讲啊 都是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 更加让我确信还我这一步走 都是对的 我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啊 从这个角度来讲啊 他的每一次举报 对我来讲 都是一次推动 都是一次亨实 都是一次让我确信 哎 我的选择是对的 哎 我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哎 我能够更好的 更彻底的 为主做工了 啊 所以 所以你想 上帝如果要锻造我们的时候呢 是会综合使用多种方法来锻造我们的 上帝锻造我 会让我啊 认识更多主内的 这个弟兄姊妹 那比如说 我现在跟我一起读圣经就有很多来自这个世界各地的主内的弟兄姊妹 这是一种锻造啊 那么上帝锻造锻造我们的也会怎么也会拿很多什么拿巴呀扫罗呀 啊 非力士人呢 是吧 拿这些东西来锻造我们啊 这些这些东西也是用来锻造我们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怎样接受上帝的锻造 以什么为标准 就是以圣经为标准啊 所以呢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我绝对不会去做啊 我认为也就是说神的话语教导我的是在神不喜悦的事情 嗯 所以我不咒诅他啊 比如说那些啊 伤害我的人啊 是吧 我谩骂我的人啊 举报我的人呢 我不咒诅他们 我为他们祷告 我希望他们早一天啊 能够变成一个稍微心智正常的人 能够早一天认识神 能够不再作恶 是吧 希望能够这样 就是为他们祷告 而不是去咒诅 我们没有咒诅的权柄 我们也没有咒诅的力量 那么如果他们互恶不圈 是吧 不肯悔改 一直要作恶 那你也也不用害怕 是吧 为什么 自然会有神的击打 是吧 神就会像 就会像这个击打扫罗 击打非利士人 击打哥利亚 击打拿巴一样去击打 你不用去管那些 你只要向着标杆直跑 去做神和神心意的器皿 为主做工 就可以了 一切自有神的掌管 因为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是Rose 使金霞 今天是2022年9月1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把我的节目推荐给更多人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 向着标杆直跑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副频道 斯蒂文和史金霞 跟我们一起学英语 当然了 我的新节目啊 就是经典经读 我在社区里发了一个帖子啊 就是征求大家的意见 已经讲了公子珍的病美管记 然后呢 伪装的菩萨满 原媒的季美文 看起来大家还挺喜欢的 那么你还想让我讲些什么呢 我讲的这三个 实际上是因为我 一些有感而发 选了这三个 那么你想讲什么 你想听什么 你想让我讲什么呢 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可以在那个社区的帖子里留言 我会呢 参考大家的意见哦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